你 你呢 什么意思 我去过厨房怎么了 不说清楚 今天谁也过不去 温龙哥 你这是干嘛呀 咱们直接有话好好说呀 温龙哥 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他懂了百味楼的电台 这才招来的鬼子 你说老魏是鬼子间隙 这不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呢 小朋友啊 你要打死他先打死我 打住 温龙哥 那天晚上出去的还有一个人 谁 他 我 我 有没有搞错啊 那天晚上 铁雷哥来找我们 我出去的时候 你还在被窝里睡觉 没一分钟我回来 你连鞋带都系好了 你不觉得送菜快了 我 我起来关窗户 有神不对吗 最合理的解释 就是当时躺在被窝里的人 并不是你 你只是凑巧在那个时候回来了而已 你就因为这个怀疑我 当然不止 你这一路上都很奇怪 可笑 安娜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竹如 如果真的是你的话 就承认了吧 你别以为这件事换了大家感情是不是 文龙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是吧 老魏 你可真会演戏啊 当天晚上是谁 和文龙一起去的百味楼 老魏 那晚好像是你主动要求跟我哥去的吧 也是你主动进的厨房 没错 刚才大赵也说了 他当时就在厨房里 这可不好噱口喷人啊 老魏 你是不是在那个地下室啊 老魏 你在那边 米缸旁 还捣过那个边上那个地板 我在米缸里我都听见了 那个地下室的入口 就在米缸的旁边 也就是说啊 你最后停下的位置 就是地下室的入口 老魏 明明啊 你不就是想赶我老魏走吗 不 你必须要告诉我 那封电报你发给的谁 是什么电影 我发给我加姆斯弟兄 我告诉他们三天之后 我就会去相见 我没想到那部电台 会被鬼子监控 文龙哥 这老魏一路杀了多少鬼子 他怎么可能 给小鬼子通信呢 哥 那个电台早又被鬼子盯上了 最近愿意重新启动 才被小静青怀疑他 老魏他不知道这事 可能不是故意的 是呀 文龙哥 大家不都没事吗 你就别畏畏大哥了 你走吧 这话用不着你说 老魏 我跟你块儿走 咱们是生死弟兄 你领着我打鬼子 小庄 走 我 我 我不去加姆斯 你小子是不是 大庄 别强人所难 走 别让他们走了 别别别别别 我们本来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我还得回去找我加姆斯的弟兄呢 大庄 走 走 走 周如 保重 施小秀 大庄 保重啊你俩 行了 走吧 你听着我也没用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你 通知你们的队长 除必要的不防士兵之外 轻易地全给我换上便衣 是 大队 宽本 按原计划行事 是 我 绝对 就这么几个人 见啥还这么松懈 我给你们化化妆 那很容易就过去了 这地方几位首宝 是 走过几次 我总感觉哪儿不对劲 不是 啥不对劲啊 这个不很正常吗 工厂里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这地方的盘查 不可能这么松懈 你是觉得 这只是表面松懈 暗地里有埋伏 试一试就知道了 怎么试 那辆马车 开进来吧 一会儿 你跟铁脸 王总 好 来来来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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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揉点 这 查什么呢 怎么查这么严啊 你是投下来吧 这地方是出哈冰的烟壶 一直检查很严的 今天 吃到清的 没事 查什么呀 查 找地方歇会儿吧 谢谢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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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啊 走 站住 进车 站住 这衣服哪里来的 阿哥 长官 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怎么回来我车上去 我也不知道 太区 太区 这衣服我真不知道 从哪儿来的 这 车子我们都检查过的 这衣服到底哪里来的 这 这真不知道太区 八个 十当本 完了个天哪 这还真是个险境啊 幸好文龙哥 齐高一昭 要不然 咱真落险境里了 现在咱们怎么办 小玄清好像料到了 我们要去哈尔滨 硬创看你不行 看来哈尔滨是去不了了 那 那不去哈尔滨 你去哪儿啊 地图给我 去哈尔滨 还有别的路吗 要到太远了 其他路的情况 我们也不清楚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有一个地方 咱们都忽略了 啥地方 在东北 有一个地方 是所有抗连秘密信息的中转站 加木斯 对 在加木斯 有很多抗连 地下的街头人 他们都在用着同一种形式 和不同的手法 进行联系 死心箱 没错了 可死心箱 是通过事先约定好的方式 进行信息传递 我们跟街头人 没有事先议定 就算加木斯 潜伏着抗连同志 他们也没办法 读懂我们的暗号 两年前 我跟高队长 去跟一支队伍接过头 那个死心箱的使用方法 现在还能提醒 也就是说 如果那支队伍还在城里 咱们就有可能联络得上 没错 有可能 这不是拿大家的命 做赌注了吗 谭教姐好像很怕 我们大家不去哈尔滨啊 行 去加木斯我没意见 省得有些人 像赖皮狗一样咬着不放 这去加木斯和哈尔滨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两地相距几百公里 我们这时候 绕到去加木斯 小全清肯定猜不到 咱们可以从 长河沟的方向绕过去 这样神不知鬼不觉 不是 你们去哪不好 这非得去加木斯吗 是